4號上午在大午鄉上午村 環崗路突然的牆降雨 疑似排水系統堵塞 泥水直接衝入民宅 民眾趕緊通報大午鄉工作 太原緊急在住家前用擋水板 也調派怪手前來處理水溝淤泥 海魁颱風過近東部 狹帶大量雨勢 近貨鄉嘉蘭村截至24小時 已累積150毫米的雨量 在前幾次颱風已造成部落連外道路 陸基下陷 現在情況更加嚴重 節目相關說目前是暫時封路 改走產業道路進出 安排兩個人巡守 雨勢不斷造成南偉公路多處 路面積水 泰馬里西水位也不斷漲伏 嘉蘭村巡守隊 也隨時觀察水位變化 嚴正以待 標時將撤離嘉蘭村下班的居民 原始新聞霧局臺東大午 驚風採訪報導 軸距南官有 敬 via 職電 impulse 雨板